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姐妹 姐妹 大家 您好 您好 今天在一开始我要 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我要问一个问题 注定好不好 请问今天的你是 当年你十五六岁时候所梦想的你吗 是 这么确定啊 我换一个方式来问这些问题 再听一次 如果你回到你十五六岁的时候 你会欣赏 会仰慕那个现在的礼拜 会 很好的问题 之后我们回去思考一个礼拜 年轻的朋友 可能年轻的时候 学习方刚做了很多错误的选择 浪费了很多的光阴 现在想走上正途 但是我知道到底在哪里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中年的你们姐妹 如果你已经过了四十岁 你可能现在正在面临人生的 中年危机 上有老五下有七小 上有老五下有七小 人生压力正大的时候 你的工作又不是挺顺利 高不成忆旧 玻璃无底就在眼前 人生上半场已经过了 下半场要怎么整 年长的长辈们 人生风华已过 不管这一生过得如何 你想要有一个丰盛滋润的转身下来吗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想 我现在次元很有限啊 我的体力 我的身体 我的健康 我的对秀精 我的脑筋等等的 都不像以前那样了 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后段的生命岁月 活出我们自己想要的人生 我们生下的道路到底在哪里 要怎么整 今天我希望能针对这些问题 给你开一扇窗 我不会有你的答案 因为每一个人有属于他自己的道路 但是我相信你面前的选择 你怎么选择就决定你的命运 我们今天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是在路德记第一章 它的含义非常深远 但是我会把它专注在这个 我们道路的选择这方面 我今天的英文的title是 A risk decision is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一章1到18节 请大家注意的经文来念 当事实丙正的时候 国中招募七花 在犹大伯利恒里一个人 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押地去寄居 这人名叫伊利米勒 他的妻名叫奈欧米 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文 一个叫七连 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伊法阿人 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哪里 后来奈欧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取了摩押地为妻 一个名叫奈欧巴 一个名叫穆德 在那里住了约十年 马文和七连二人也死了 剩下奈欧米 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他就与两个儿子起身 要从摩押地归回 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 向你们恩待已死的人 与我一样 因为耶和华使你们 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 于是奈欧米 与他们亲嘴 他们就放声恶呼 说不然 我们必与你一同 为一本国去 那奈欧米说 我女儿们啊 回去吧 为何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死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女儿们啊 回去吧 我年纪老奈 不能再有丈夫 即或说 我还有指望 今夜有丈夫可以生死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女儿们啊 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约顾甚是仇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两个儿父又放声儿父 而巴尼婆婆牵嘴而眉 只是怒得捨不得哪里 然后我们说 看啊 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 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或者说 不要去我回去 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伯儿就是我的伯儿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 也葬在哪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遇 不然 便耶和华重重的叫巴尼过 然后米坚路的第一要跟随自己去 就不再劝他了 好感谢主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好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在今天 这样子一个英语的天气当中 大家还是能够来 教会你们祭礼拜 愿祝你把你在圣经里面 所要流传给我们的 这些故事里的精华 都藉由今天的信息当中 说给我们每一个人听 祝福到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心里面的事情 你藉由不同的经文 不同的句子 不同的经线 来对我们每一个人 说你要说的话 谢谢主 你们同在你的联名你的仆人 在你的面前继续站立 把你的话说 进行讲得明白 指负在你面前 虚心受教学习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今天都空空的来 丰丰富富的得到回去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祈求奉告这些书记 你的声明 欢迎 好 这故事一开始说 在斯斯丙正的时候呢 以色列有惊慌 那在流到伯利恒 有一个人叫做 伊利米勒 带着他的妻子 奈欧米 还有两个孩子 往摩押地去近居 后来这个 伊利米勒呢 死了 那这个寡妇奈欧米 带着两个儿子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的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 大媳妇叫做儿巴 小媳妇叫做路德 可是呢 不巧十年之后 这两个儿子也都死了 这一家之后剩下了三个寡妇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全是悲剧 先是有饥荒不得不搬家 然后又遇到生理死别 告诉我们每个家庭 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人生遭遇 都有他们的困难 摩押 对以色列人来说 是一个外王外族人 在犹太人的旧别历史里面 有规条规定 不可以跟摩押人同婚 可是现实比人强 孤儿王他们也能有多少的选择 人在现实下不得不低头 虽然摩押地没有饥荒 但是这三个寡妇 他们也没有生产谋生的能力 现在听说在犹大本家那边 有粮食吃 那他们就只好也回归 于是第六节 乃安妮他就带着两个儿妇 带着两个媳妇起身 要从摩押地归为 因为他们在摩押地 听说听见耶和华 居然会碰到你的百姓 有粮食 好了 奈欧米他们夫妇两个 当初是什么原因 搬到摩押地归来的 激汪 是吧 那现在听说那边有粮食了 好了 重点来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可能因为信心不足 或者思虑不够成熟 而做了似乎是错误的选择 但是是没有办法 如果他们当年顾班家 可能熬不过那十年 要忘了他们两个孩子要熬 可是呢 在这个当口这个时候 摩押的人可能会说 这些外观人可能会说 你看他们的上帝也没有帮助他们 搬到我们这里来 死了赵就死了儿子 而他们自己以色列人 可能也会很朝日逢说 你看他们这个家庭 因为就是犯了罪 所以不蒙上帝的祝福 犯了什么罪 你看他们年轻的时候 对神没有信心 搬家 离开 第二 还让他们的孩子 娶了当地摩押人为妻 人言可畏 但是没有关系 上帝的恩典 就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出来 阿们 因为他们是过于现实 各位姐妹 我要告诉大家 你有什么角度来读圣经 你有什么角度来看圣经上面 这些人物跟故事 会影响你的神学观念 也会影响你对上帝的认识 而且也看出来你心中 有没有真正上帝的怜悯和爱 事情不能够只看表面就下结论 不要只看别人的现在而论断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重点 我在教大家用耶稣的心为心 去建立你自己的人生观 也建立你的世界观 要怎么看人看事 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要看他的前因后果 很多时候我们 还来不及看到那个完结篇 我们还早将给他破续续续续 而且大家记得是上帝在写 每一个人的人生句 阿们 阿们 于是呢 他和两个儿夫起心 离开所住的地方 要回犹大地去 走没多久呢 这个奈和弥就会 对两个儿夫说 哎呀 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一死的人 还有恩待我一样 第九节愿耶和华 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 结果为什么这个 乃奥米走的一半 改变主意 要他们回去呢 因为他心里一想 这两个媳妇 他们是摩押人 当回到以色列的时候 可能会被欺负 可能会被人家 启示 何苦呢 女儿们你们回去吧 这个伯伯是为了 这两个媳妇好 替他们着想 就祝福他们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向你们恩待我 两个儿臣的 两个已经死去的儿臣 和恩待我一样 表示这两个外方媳妇 他们都是好媳妇 他们以恩相待他们的 丈夫也以恩相待 他们的伯伯 这是我们蒙恩的第一步 你要先以恩待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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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个年轻的寡妇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找到一心的归宿 是不是 就像这个伯伯说的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 阿里论 所以各位请不要再说 再婚是犯罪的阿们 也不要有任何的悬念 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再婚阿们 然后咱们两个媳妇都放生痛哭 说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然后呢故事的关键转折点就来了 在十一节 然后你说我女儿们啊 回去吧 女儿们啊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 基督徒说我还有指望经验有丈夫 对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呢 这个奶欧蜜在告诉他们我已经没有指望了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任何的帮助 我孤家寡人 老太太一个 只会拖累你们 我自己能够回到老家去找个老人员去养老 那已经不错了 所以你看这个婆婆她没有自私的说 你们两个是我家的媳妇你们不可以再改嫁 她说我的女儿们啊 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甚至走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 意思是说我比你们更苦啊 It is more bitter for me than for you 一点都不错这两个媳妇他们只是死了丈夫啊 这个奶欧蜜她不仅死了丈夫还死了两个儿子啊 所以奶欧蜜她被人生现实打到一个地步啊 她是说出心中那个冤屈啊 她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啊 可想而知她心中的那个苦 神啊你为什么给我的人生道路是这样安排 她说你们还年轻回家去把她指望 所以重点来 你们岂能等这句话她说了两次 你们岂能等着 另外一个新的人出现长大 你们岂能这样等着 让自己手刮不架 什么意思 岂能等 要是剩下的时间不多啊 把握你们还有的机会 赶快去寻找我们的第二春宝 好没 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合理的想法是一个 灵性的说法 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 十四节两个儿夫又放生儿夫 儿二八与伯伯亲 最可别只是路德 舍路德乃奥林 这两个媳妇的人生从此分道扬镳了 一个选择回头 一个选择继续跟从伯伯 大媳妇儿二八的名字也从此消失在圣经里面了 小媳妇路德开始登上了以色列的历史舞台 上一次我们讲生死一面间 今天我们这里看得出来 秘密也是在一面之间 路德他人生的精彩部分才正要开始 然后你呢就再回头 跟路德说了一次看 你嫂子已经回去了 回到奥陀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这个嫂子回去吧 请问这个嫂子他所做的决定 有不孝顺吗 有不理性吗 都没有 你常常来看他所做的这个决定 这个选择是没什么不对 他没有遗弃他的婆婆 他本来是要跟着他走的 是他的婆婆亲自劝对他 而且他走他要离开的时候 一直放生痛苦 表示他自己也不舍得 他也很难的很艰难的做这个决定 这也是一个现实逼迫下 不得不做的一个决定 我真的不怪他 我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我常说人生的决定 一个decision没有wide decision or wrong decision 在一切现实情况条件之下 你所能做的决定 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决定 the best decision 他们 就像当年他们在他们的老家 有饥荒 他们要养孩子 他们不得不搬家 一样 那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可是人生不能回头 人生没有 后悔要 只有往前走 然后呢 这个路德开口 他说 不要吹我回去 不跟随你 这个不跟随 原文的意思是 离弃撇下你 他定义 我不会 别向你 你往哪里去 不会往哪里去 你住哪里 我不会住哪里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 也站在那里 一动有七个那里 对不对 你想要达到你的目的地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决心 除非死 能使你我分 不然原来一个众众众的讲话 他发誓只有死 能把我们拆散 对不对 这是今天信息的一个重心 信息的表现 是彰显在那个致死的中心 阿们 对 不管任何的困难 不管人家正在怎么说 你不改变你的心意 那个不怕艰难的中心 我死也不爱 这故事告诉我们 要像路德一样的善良 而且坚持那个爱 最后你立得着爱 阿们 阿们 路德 他后来 跟伯伯回遇到了 伯利恒 在那里遇到了 托阿斯 嫁给了他之后 最后成为 达卫的 真主 所以你看他最后的这个得救 与得胜 关键在哪里 在于他相信 并且坚持那个爱 你就必蒙上帝的引领 和保守 四篇一百四十六篇这么说啊 耶和华他保护寄居的 扶持孤儿和寡父 所以相信上帝的应许 用善良的心做你该做的事情 前面的道路不用担心 那信靠耶和华的必不治 所以第十八节那边 最后 乃奥米坚固的定义要跟随自己去 就不再劝他了 所以第十八节那边 乃奥米他代表你的真理 代表你的智慧 那个看似 失败软弱 看似无依无靠谈 但是他是道道地地的一个 犹太人的寡妇他是上帝Promise 要照顾的人 这告诉我们 第一我们对真理的追求 永远不要看环境而改变 对真理的追求永远不要看环境而放弃 第二对未来的盼望一定点光要远 不要只看当下 我一开始说了 a risk decision is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第三 阿里巴巴的马云 我说过一句话 永远不要放弃梦想 never give up your dream today is hard tomorrow will be worse but the day after tomorrow 你伤想 今天很难 明天更糟啊 但是后天的太阳一定会出来 第四 我们要播出我们心中的一个小强的梦想 我要带大家来看一个youtube 但是不知道韩文是学医的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病啊 有一种病叫做 啊 椭瑞士症 那个发生的机率可能是万分之一 而且万人当中才会有这个病啊 这个病是什么毛病呢 是身体里面脑身体里面会 不定时的放电 然后你放电的时候你全身就会充序啊 你不要这样子乱动一段时间 然后一下子就好了 轻轻手之后就好了 好 那 台湾有这么一个年轻人 他就是有这个毛病 那 但是 他不怕艰难走上了 他的人生到 他成为 法国花衣大赛冠军 六十年来 有这个比赛六十年以来亚洲第一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一段 YouTube 他 他的状态 我還給我吃飯了 其實就是我 我沒有辦法 就是我要跳到 我沒有給我去 我沒有給我去 然後我跟他 我沒有給我去 那我吃飯了 所以就是那一次 經過了我過發 我沒有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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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吃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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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